两厅院 台湾当代建筑与艺术的瑰宝 结合传统中国北方建筑的形式 与现代的建筑工法 两厅院呈现出独特的建筑之美 杨卓成建筑师是设计传统中国建筑的权威 他十分擅长使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的材料 来表现传统中国大幕结构的建筑特色 丁院的建筑外观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形式 黄色琉璃瓦屋面 配上珠红色的廊柱 梁柱椅上以及斗拱之间的彩绘花样 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与兰瓦白墙的中正纪念堂相呼应 气宇非凡 戏剧院需要较大的舞台空间 以及搭建舞台布景的高度 所以选择尊位最高 结构上也挑高的舞垫顶 由于戏剧院使用的是特别隆重的虫颜形式 在雾面之下 另有围绕电伸的四条脚脚脚 衬托出戏剧院的庄严感 而音乐厅的舞台则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使用的是尊位与高度都比舞垫顶稍低一点的 歇山上给人以棱角分明 结构清晰的感觉 比戏剧院要来的更具层次感 更加华丽 虽然外观为中式建筑 但是内部设备以及装饰走的却是欧式的路线 一楼大厅是挑高的红尾设计 所建的柱子、地板 都是由意大利进口的暖色系大理石 并且经过特别的编号挑选 务使纹路呈现一致的整体美感 为了营造出多样的风格 音乐厅的水晶灯采用了西式的设计 既华丽又璀璨 而戏剧厅则维持中国宫灯式样的造型设计 既精致又典雅 除了华丽的内部装潢 两厅院内部也收藏了许多大师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